好 再来第三节 各位看我就是把椅子划过去 然后到第三节 有没有人问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如果要上传YouTube 如果太长 这个成功的机会就减少 然后花很多时间 而经过多次的实验 这也是记录的一种好处 那就发现了 原来15分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刚好电脑的这一个 你们如果按右上角 我这是Mac 如果你是Mac系统的话 你按右上角 它那个时间 有一个暴时 就是刚好15分钟 我想这个是盲人按摩用的吧 好 那我就拿来用用看 也还不错 Anyway 我来 开始来把高彩度都放进去 然后五点多了 也该去吃饭了 我的习惯是 这个和花花美观 你不想听了就跳过去 我的习惯吃饭我只吃一个早餐 就是运动早餐 那我吃的是蛋白最高的比例的牛排 那数年如一日跟吃药一样 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使我整天中午都不用再进食 那省掉我头昏脑胀的时间 我发现吃完饭都会头脑脑 好 这个是一个彩度高的地方 所以我到这个时候报死的时候呢 其实蛮饿的啦 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很饥饿的时间 就是像这样子 好 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产生一个高彩到灰这样的一个距离 好 这一棵树呢先放着 让它快OK快干的时候 我们再去处理背景 让它更近一点 好 那你们会看到这个 这个色块好像里里啦啦 我们待会有一种叫穿越 我们会让这些色块感觉它是同一空间 来 我们来处理这个前面的 这个稀释剂流动以后呢 产生了这个草的纹路 我们期待呢有一些草呢 跳出来有一些草不用 好 那我把笔洗干净 那用小一点的笔就可以了 好 因为它草的这种草堆 其实它的面积没有那么大 我们把钢毯的笔也洗一洗 那画画是这样子 你如果喜欢画画 那就是 当然我刚刚讲的 你支持你的条件都符合物质也好 精神也好 健康也好 都能支持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试试看 因为它实在有够损失 它不用出去 不用集合 不用你等我 我等你 你就花架一架 OK 就开始了 好 这个是一个深律 浅律 不同的律 然后你 不同的笔触你放上去的 那这个就代表什么 这个东西很近 所以你一看得到它的笔触 你看它一根一根的样子 加一点白色 那代表什么 这里的 这里离开暗面 我们开始离开暗面 我们加了一点白色进来 那这里就是代表亮面 这就是我加亮面的地方 离开白色 可是呢 你不能离开绿色 所以是白雾状加 白雾状 然后加上绿色 好 那一笔刷过去呢 回来找出刚才颜料 好 再来多一点 嗯 黄色好像又不够了 来 我们把这个布鲁放进来 这时候的那个草的长度 一定没有这边长嘛 所以你记得压下去就 就提起来 不要呼 这样子 这样的话呢 草的长度 就看起来不是前大后小 那就穿帮了 你的空间就没做出来 怎么会有后面的草比较高呢 好 那像有一两根 你可以让它穿出去 好 比如像这样 好 那这个阴影呢 刚才 刚才蛮僵硬的 现在呢 还是有点硬的 不过 我们待会儿呢 再加上一个叫做空间的穿越呢 它就会很棒 很好看 好 我们加了一点点红 这一点点红要干嘛 就是在光快消失的地方 我要埋进去了 好像还不是很明显 再来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阴影 光到阴影之间就是要快消失 对不对 跳这话哦 不要 不要从头很整齐 这样做体操 一二三四 二二三十 然后一排 刚我的笔回到调色盘的次数 你就要养成这个习惯 一直让你的笔回来 没办法的话就想办法 让你的笔不要 只局限于那一个块 那你就把它涂完了 我知道大部分人画画就是 哎呀 这个颜料没画完好浪费哦 不然你啊 顺便好了 那这一顺便就惨了 好 你